随着重达473吨的钢横梁完成精准连接 9月25日,福建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古宇门航道桥成功合拢 这也标志着世界最长 中国第一座跨海峡公铁两用大桥成功合拢贯通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于2013年11月开建 历时近6年 全桥共设计228个桥吨 钢结构用量124万吨 混凝土用量294万方 其中钢量和混凝土总方量是迄今为止国内外桥梁之最 大桥下层设计为时速200公里的双线一级铁路 上层设计为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 据中铁大桥局工作人员介绍 大桥所处台湾海峡 全年6级以上大风超过300天 8级以上大风超过120天 是世界上著名的三大风暴海域之一 海域环境复杂 风大 浪高 流急 盐硬 建设条件恶劣 有效作业时间短 施工难度极大 大桥被桥梁界公认世界上 在建难度最大的桥梁 堪称超级桥梁工程 台湾海峡作为这个世界三大风暴潮之一 在这个这里就是施工条件非常恶劣 这个每年的这个 作业时间非常短 这个施工难度非常大 这里也成为这个建桥京区 我们开工六年以来 这个英国管道建设这里的坚国奋战 世界最长 中国首作这个工铁两用跨海峡大桥 这个虚拟贯通 记者了解到平潭海峡工铁两用大桥 全长16.34公里 是中国首作 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峡工铁两用大桥 平潭海峡工铁两用大桥 也是新建福州至平潭铁路 长乐至平潭高速公路的关键性控制工程 这座世界上在建难度最大的 工铁两用跨海大桥建成后 将大大缩短福州至平潭的时空距离 助推平潭综合实验区 成为海峡两岸经贸合作 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 并形成服务和辐射周边地区 新的对外开放通道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地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